SBL超级篮球联赛 总冠军赛打满7场 才由蒲圆完成了4连半 那么本季气候赛赛制改变 票房开除了红盘 那来到气候赛的史上新高 对因此篮球协会也决定了 下一季要继续沿用7抢6的气候赛 竞技模式 超过9000名球迷在新庄局馆玩起拖浪舞 稍微缓和SBL总冠军赛 第7场生死战的紧张气氛 冠军战内容精彩 球迷愿意到现场支持 最后一场球迷人数写下近6级最佳 让SBL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状况 热烈的状况下去了 可是我觉得球迷眼睛还是蛮亮的 他知道说什么球赛可以看 什么球赛不能看 但是我希望每个球赛都努力 让每场球赛都好看 最终由蒲圆完成大逆转的4连霸 但是台北将战线逼到第7站 甚至抢先听牌 这都是卫冕军过去从来没有遇到的困境 让更多球迷认识 绿三军这票肯拼肯抢的新生代球员 我觉得我们打出就很不一样的球方 然后让很多球迷愿意经常看球 对 我觉得我们打出我们自己的价值 只是后面差一点就差那一步 票房长红还有关键 就是SBL季右赛之隔 本季改成7曲6赛制 从原本两轮的四强争霸 延长战线到三人拼冠军 这项变革帮助门票收入大幅成长 超过850万来到季右赛成高 我觉得四连霸其实台湾篮球的一个故事 不会停 可能还有下一个故事的发生 我只希望台湾的篮球能够更多的故事性 让更多人关注篮球的话 台湾篮球才会更好 国内篮球最高电堂SBL走了12季 终于又有了成长 即使距离职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逐步改变 球迷的热情会有回来的一天 UTN TV 许家荣 杨芸芯 新北市报道